好 坦老师 这个习近平今天 这个会见普丁的同时 引来华盛顿跟华尔街 高度关注跟反弹的同时 美国国会也在这个时间点 直接推动台湾政策法案 的确是 今天这个台湾政策法案 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那么17比5票的跳速通过 大家知道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总共22个人 11个共和岛 11个民族岛 而且都是重量级的 那么在外交委员会 在参议院是重中之重 这是17比5 其实不是全跳通过 代表有些人有顾虑 但这些顾虑不是表示 对台湾的不支持 比较多的是说 跟行政部门是否已经协调好 那么有没有摄取主权的问题 有没有改变 这个现行美国的政策 这些事情上面 有一些民主共和两党 多多少少有一些意见 但是在整个大院 参议院的过程中 甚至到了 如果众议院也要提出相对版本 或者如果没有提出相对版本 众议院也要通过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很多的讨论 刚刚结尾都提到了 这个台湾政策法的内容 其实各位注意到 4月14号15号的时候 参议院Lindsey Graham 跟这个Bob Menendez 带了一群参议员 还有一位众议员 访问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有时候 有人重视 有人没有重视 我那时候就提醒大家说 这两个人是 寒水会冻结的 Lindsey Graham是 南卡罗南拉州 共和党的众议员 重中之重的重量级 这个Bob Menendez 是国交委员会 这个主席 然后这个 紐吉他西州的 民主党的参议员 这两个人 其实在国内议题上 是死对头 但是呢 在对东政策 保护台湾 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上 是一致的 他们来了以后 回去谈了很多问题 其中最主要就是说 过去我们这么长时间 有这么多的法案 我们是不是能够 把它集中在一起 写出一个 能够通过一个 对台湾最坚定支持的东西 现在就是你看到的 7月的时候 8月的时候 本来要开始讨论 后来都一直delay 但是呢 迅速的这个礼拜 谈的时候 就迅速的参议院通过 以后要送参议院 那么之前 而且他这个法案 一百多页是全方位的 没有错啊 他不是单一面向 他事实上是全方位的 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 没有错 以及国际地位的 所以他几乎是全方位 大家称之为 准国与国关系的调整的法案 没有错 我跟各位报告 以前过去国会通过了很多法案 其实你看只有几页纸而已 象征一大于十字一 这次看到107人 那是非常非常实质 就像刚刚宁官讲的 而且非常罕见的是说 在前几天的时候 国安顾问苏利文 公开在媒体上表示说 这个法案 我们现在看到 正在跟国会协商 有些东西不错 对台湾的安全保障 有加分 有帮助 有实质的意义 有些东西 我们有顾虑 好 什么顾虑他没讲 但是呢 昨天通过的法案里面 其实有一部分修正 比如说 这个AIT的处长 那么要经过参议院通过 他说我建议 对不对 然后那个台湾代表处 那个 现在的经济文化办事 改台湾代表处 因为这个属于行政的职权 另外一个部分就在讲说 刚刚提到了所谓的 MNNA 就是所谓的 这个主要非北约盟国 他说我现在不是要把台湾 放到非北约盟国 我是以非主要北约盟国 等同的方式 在军备上移转 那总可以了吧 没有涉及到主权 所以现在重点在什么 就是说 这些之前国安顾问苏利文 或行政部门的顾虑 是不是已经在这次通过的 稍微修正的版本里面 得到解决 他没有说 因为才刚通过 那现在还要继续 这个参议院还要审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里面最关键的在于说 现行美国以 一法三公报六项保证 为核心的一中政策 美国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只要 只要这个法案的实质内容 没有去抵触到 美国现行的一中政策的时候 其实行政部门 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而且等等 国会要通过什么版本 行政部门 你也没有反对跟修改的本事 只要他没有涉及到什么 干涉到行政立法的这个三权分立 干涉到行政权的部分 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当然行政部立法部门彼此尊重 尤其是同党的去沟通 这个是合情合理 可是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修正后的版本 我稍微翻了一下 那很快的时间 一百多页 我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 我也不觉得他要违反 现行美国的一法三公报的一中政策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我常常在讲 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重面子 重象征意义 关系好的时候 我要重立志 我拿造实质的东西嘛 所以象征的意义 我们都姑且不论 我们也不去争取 也不去希望说 我要什么象征性的面子的东西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是实质嘛 什么是实质 就是对台湾具体的承诺 关于军备的 关于政治的 关于后续 如果台湾被中国 片面的用非和平的手段 来侵略的时候 那么美国怎么样提供 政治经济 军事经济全方面的援助 包括支持 包括这些军事援助 那么这些东西 看起来现在这个法案里面 他已经正式入法立法了 又没有违背 美国现行的一中政策的时候 看起来拜登政府 也没有反对的道理 那中国当然会有意见 当然会反对 但是看起来 我也不觉得 中国的反对 会有什么吃到什么力道 这可能那个力道 也是打到棉花上 就跟8月2号 培罗西访问台湾 是一样的 这个本身就是 美国行政立法部门分权 两个行政部门分权之后 所协调出来的 美国的国内法 看起来我认为 第一个 现在在其中选举之前 要这样单独的立法通过 在选举前 不太容易 因为美国很多国内的法律 要通过 但是 但是 NDNA就是所谓的 国防授权法案 这个是一个包裹的立法 所有只要可以 被认为是国防的防卫的 都可以在这个包裹的立法 下面的向下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法案进一步的修改 可以被军事委员会 同意 国防部也同意 就股票大会同意 那到NDNA里面的话 变成2022NDNA 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来通过的话 我认为这个还是很有机会的